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的芒向编辑部YouTube频道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沙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一件车性的留言 好了,今集我们就说说这个大老板终于要出声了 其实 这件事也很搞笑的,因为这个Mercedes-Benz的CEO 康林松 他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 当然这段时间围绕着欧盟说要 查 中国有没有对电动车补贴 德国的业界 其实是很害怕的 因为他们在中国有很多业务 不然很搞笑,德国业界 跟德国政府某个官员不同 德国外长就跟业界唱反调 就是 贝尔伯克就说支持盈盟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知不知道你们的汽车企业是多生气 你的党友伤黑之一 哈贝克已经激怒了商界 他就说好啊 做得好啊 因为 跟台湾一样 你发现一些思维一样 那就可以 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大佬那里有多少钱 你摆脱了 你付出什么代价 老板 而且一下子摆脱是很严重的 可能你整个产业会崩溃 康林松 当然跟他不是一般见识 他接受访问时 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 就被问到最近围绕中国电动车的争论时 他就认为 应该保持市场开放 说真的 你这样搞的话 其实 中国 如果就是反制你的时候 挺严重的 你 有没有用过脑的 贝尔伯克 你经常说 对话去风险化 其实有时候 如果你真的想做 不如不要说 静悄悄 不敢说 为什么他这样呢 因为他也是要拿光环 也是要跟选民交代 也要政治正确 康林松 彩你都傻 是商人无祖国 他也要向股东负责 他说 因为开放市场是增长的动力 也是创造财富的动力 而且 汽车产业 是 依赖于全球供应链 他也表明 与中国脱欧 才是 构成风险 为什么 因为 这种措施 将会对良性竞争和全球汽车供应链 构成 重大风险 他说中国不是 良性竞争補贴 都说不关事 其实中国为什么他的电动车 取得这个成就 他是投资很多钱的 车企 是投资很多钱的 车企 補贴最搞笑 冯德来因 不敢说美国 美国 削减通胀法案 他经常说中国是隐性補贴 美国是险性補贴 不出声 不敢 不敢得罪大 13日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来因 不顾汽车业界的反对声音 当然 这个反对声音来自德国的法国 拍摄了手掌 因为他们落后多 宣布 将会对中国电动车发起反补贴的调查 中方表示高度关注和强烈不本 亦突显了两个经济体之间 一亿加剧的产业和地缘政治竞争 欧盟针对中国电动车的调查 持续九个月 最终 可能对中国汽车征收惩罚性关税 最后就是这个 最后就是这个 但是 这件事很好笑 他们经常说公平竞争 不过他说中国不公平 补贴 都说不关事 人家投入很多 去做研究 还有 你知道 它是 规模化市场 还有 人工 始终 都是贵过大陆的 这个就是现实 你经常说不计成本 现在它真的是不计成本 连自己招牌拆了 其实你硬来的 你看到 你看到 大麻烦大麻烦 它的车买得这么好 便宜了20% 便宜了20% 真的不关保贴事 当然 它也是有 有选择的 它不敢搞美国 是不是 找过来说 因为他们 欧盟委员会 为什么这么紧张 因为欧洲议会的选举 当然对于欧盟来说 这是一个危险的升级 为什么 因为 汽车行业 直接或者间接 提供了1400万个就业崗位 占欧盟 劳动力市场的6.1% 不过他可以这么说 因为你们的车 卖得这么好 我们 那些人没工做 车企 倒闭 说真的 中国的车企都可以去欧洲投资 是否都可以请来这些人 他们不会 一定是卡利 对 他又说这些国家安全 卡利又不让你投资 又不让你卖又不让你投资 欧洲汽车业界就担心 任何的贸易限制 都会遭到中方的反击 其实这件事他们最害怕 但是德国总说不怕 不怕的 欧盟必须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如果你被绑得太紧 可能 其实一直不关绑不绑事 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他都是去你那里投资 你不让别人投资 一个港口你说得这么大 汉保说就是 是吗 可能危及到你自己的 当然他这句话 激怒了很多 你知道 国际造业 的的确确 是很需要中国这个市场 其实他应该都不理那么多 他也是 这么说 一条黑路走到底 他和他好伙伴 哈贝克也是不理那么多 哈贝克又说要有新措施 好像 限制那些得企 不知怎样投资 他再说投资 又是 总之他们一定要压到中国 是要 合他们 心意为止 就是说 我一定敢压住你 但是最后也是 伤害回你们自己的企业 当然你不理那么多 因为后面是美国支持你 是不是真的可以不理的 行不行 我指美国支持你是理论上支持你 对不起 刚才说 不是金钱上 大家不要误会 美国支持他 怎么会 削减通胀法案 遇上他们一份 对不起 他是那些政客 说好呀好呀 哈贝克你做得好呀 贝尔伯克你做得好呀 好盟友呀 我们真是好盟友来 一起对抗中国呀 或者他 如果真是中国反制 他的车就进入中国市场 拿了 他支持你呀 他可以这样说 我支持你 你的份额没了 我拿了他 我当支持了你 好像澳洲之前那样 那些龙坑还是牛肉 还有红酒市场被人占据了 都是西方占据 这国家占据了 只是说我支持你 不过把口 搞得澳洲很惨 贝尔伯克就说 我们支持 支持欧盟 其实他是跟 德国整个业界作对 说这句话 对 中国的电动车 启动反补贴的调查 但是 作为 业界的一哥 Mercedes Benz Benz 或者叫平治 或者叫台湾 他叫 彬氏 大陆叫 彬氏 他的 领导人 極度生气 他说我们从疫情那里已经知道供应链可能是脆弱 他接受彭博访问时 Benz汽车 医大全球製造业大各生产零件 如果 我们认为 可以将 汽车 世界 划分为 各个不相关的单独 区域的话 那就是你的错觉 我们大家都是相关联 那就被问到 是不是对电动车行业的贸易战感到担忧 他就说不担心 因为 他在中国的业务非常强劲 过去 十年增长显著 会继续投资中国 并且确保 提供产品符合 中国客户的期望 他就认为 在这类讨论当中 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记我们过去几十年成功的原因 就是开放的市场自由贸易 和自由的竞争 很有信心 从业界也有信心 同德来因 其实说真的 你要知道 你始终买这么多贸易给他 其实你看到你在欧洲 像是涉了张大 中国也赚了很多钱 其实是有不同的 因为有些人是BBA的 当然很多人喜欢国产的牌子 大家各取所需 大家竞争 当然你说你隐性补贴 你有补贴 反而不是业界提出的 反而不是业界提出的 是他说的 是政界说出来的 对 是 等于那些穆斯林国家 也没有人说新疆的东西 是西方说的 对 这个也挺好笑 之后我们也有一节 如果你说良心话你糟糕 如果你是西方学者 糟糕 我们之后会说一节 也是那一句 如果中国真是反制 那贝尔伯克就是你什么 最多是输了选举 但是你看 好像我们国家 自由党输了选举 但是我们的产业 用了这么多年都还没起起来 卖龙虾那些 整个产业 全部 逼世界 没错 Benz老闆也说 开放市场是增长的动力 亦是创造财富的动力 令到我们保持市场开放 令到市场参与者 一缺高下 其实 原来 跟大众 福士 和宝马等等的汽车制造商 一样 其实 中国 你记住 德国三大制造厂 的最重要单一市场 都是中国的 其实 贝尔伯克有没有想过自己的企业 你可以这样做 为什么你什么都说出来这么笨 之前他说我们等于跟俄罗斯直接参战 真是笨到不堪 要威 要威 还有 左胶他大声说 不是做实事 中国是全球最大汽车市场 越来越多的中国私费者 的确开始选择比亚迪、蔚来等本土牌子 其实老牌的得企都是面临着竞争 但是竞争的话 康林重华就竞争 Benz目标是2030年前 实现全面电动车 的销售 以后 30年前 是全面顺电动车 并且设计和合作 建立8间电池厂 Benz 已经 将自然集中在 卖8客 还有 AMG等等的高端车型 同时放弃利润较低的入门级车型 目前 因为和三大汽车巨头 通用 福特 和 斯泰兰提斯 有劳资九分 原来谈判失败 这个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 UAW在美国也有很多罢工 康林重也说 他预计罢工不会对 Benz的供应链产生重大影响 因为 不同的地方整理 最重要是保持自己竞争力 确保自己是一家有吸引力的雇主 无论在成本上面临多大压力也好 都必须通过生产效率 弥补 被问到 随着 汽车向 电动 生产过渡 汽车製造商是不是 应该保证现有工人失业 康林重就说 装备所需的员工人数 将会保持不变 但是 製造 动力系统所需的工人数量将会减少 我们将会使用这十多年的人口结构 确保我们 能够以名字的方式做到这点 近日 康林重 亦都在德国国际 汽车和智能 智能出行 博览会前夕接受新华社访问 你糟糕了 还有新华社访问 我们对于中国 长期发展充满信心 愿意在华加大投资 数据亦显示 今年上半年中国依然是 Benz最大的单一市场 中国的 多个核心业务 都有实质性增长 中国的销售市场 在全球范围保持领先 在华销量和新车交付 比去年同期还增长了6% 势头不错 根据欧盟委员会的规定 所谓反补贴调查 必须在启动后9个月内 吸出初步的调查 结果 我相信调查肯定说中国有补贴 我猜一猜 到时看看是不是 决定对方 是不是 有临时的补贴 现象 当然了 调查后13个月内最终最终的裁决 针对欧盟领导人正式宣布 调查 其实中国商务部也说 中国对此表示高度关注和强烈不满 中方就认为 欧盟准备采取的调查 是以公平竞争为借口 保护自身产业为实 这是 保护主义 将严重 扰乱和扭曲 包括欧盟在来的全球汽车市场供应链 并且将中欧经贸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中方将继续 关注欧盟 保护主义倾向和后续行动 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我相信之后应该 都有一些东西 不知道 不知道 我觉得一定会 我也没有 我觉得 之后他肯定会征收 惩罚性关税 是我们所说的 之后中国应该有些反应 一定 好,今次节目时间到此 多谢各位,再见 再见